我們這邊是黑豬肉 黑豬肉的那個3比7 那我們有高麗菜 有冬粉 有蔥 有薑 水餃裡包入內餡 有豬肉 高麗菜 韭菜 在港都姐妹協會成員的巧手下 不到10分鐘 一顆接著一顆 內餡的東西就是豬肉 高麗菜 韭菜 蔥 香油 冬粉 冬粉絲 一大早中兵里民紅中心 飄散著濃濃的香氣 一整桶攪拌均勻的水餃內餡 準備上桌 要慰貂辛苦的警察同仁 金融港都姐妹協會理事長 市議員呂美玲 延續11年號召會員 大家出錢出力 在過年前要包水餃送給人民保姆 過去我們都是在分局裡面包 但是自從疫情開始以後 這3年來 我們就承蒙里長的協助 我們都來到中兵里 里民活動中心來包水餃 這累計下來的話 這3年我們已經包了超過10萬顆的水餃 我們也希望透過跟里長的合作 還有里民 大家一起來 跟我們金融市港督姐妹協會 一起來把愛心傳送到警察同仁 讓他們能夠接受到我們軟軟的愛心 我們都是跟著疫作的一個心意 就是希望說在這個過年時間 因為警察他們也很忙碌 也有家人沒有辦法回去陪伴的 那我們希望我們一點點心意 給他們一點暖 一個溫暖 那我們希望說他們為了我們人民的一些保護 那做的犧牲 那我們也付出一點點的愛給他們 我今天沒有包那麼漂亮 因為平常沒有在包 也沒有像這樣婆婆媽媽就是包得這麼好 對 就是一個心意啦 我跟媽媽是從那個比較遠的地方過來的 就特別請了半天的家 黑豬肉75斤 高麗菜105斤 水餃皮132斤 在物價高漲情況下 光是食材費就要7萬多元 一整天下來 總計包了1萬3千顆的水餃 就是我們美玲姐 李美玲議員 她帶領我們姐妹 一起早上8點就過來這邊切菜洗菜 一起來這邊做公益 我們這個活動來李明會堂 他們包水餃已經很多年了 但是來李明會堂這邊包 到今年是第三年了 然後現在原物料一直漲 肉也貴 菜也貴 因為警察單位他們的辛勞 跟我們這些原物料上漲的 都沒辦法比 因為他們的辛勞是比較辛苦的 剛包好的水餃 立即送到警察局 警察同仁早就迫不及待 趕緊下水餃大塊朵儀 過年期間上深夜請 都是晚上8點到早上8點 那時候有什麼東西可以吃 我們只剩泡麵 那時候就會翻冰箱 就會看到一座的水餃 那時候我們就把它拿出來煮一煮 就像那個小老鼠一樣 那個什麼冰箱的水餃 每次早搬的人說 怎麼又少了一盒 又少了一盒 有時候同仁 你到了深夜 肚子都會很痛 如果沒有東西吃的話 那真的很難過 那水餃剛好隨時都可以下 那也可以提升 提升我們警察的彈落力 口感喔 它的口感是真的不錯 因為它不輸給外面的水餃 搭配又離宇宙的愛心 離宇宙當然是宇宙裡面 我們感覺是最有愛心 李美林議員 率領我們的港督姐妹 那我想這每年都對我們警察局 還有警銷還有海巡 的同仁在睡末之際 送來這個滿滿的愛心 讓我們這個感受到 過年的一個氣氛的 一個溫馨的感覺 那港督姐妹會的成員 我想他們對於警察局 各方面都持續在替我們 有在加油以及支持 我們也很想感謝 睡末寒冬 許多家戶在團圓 維如時執勤維護春安工作 港督姐妹協會 11年來送暖 讓警察員溫暖在心頭 記者黃少鳴 金融報導